吴子虚者 楚人也 明媛 元父曰五奢 元兄曰五上 其先曰五举 已直见是楚庄王 有显 故其后世有明于楚 楚平王有太子明曰见 使五奢为太父 废吴继为少父 吴继不忠于太子见 平王使吴继为太子取父于秦 其女好 吴继持归报平王曰 其女绝美 王可自取 而更为太子取父 平王遂自取其女儿绝爱性之 生子枕 更为太子取父 吴继既以其女自媚于平王 应去太子而是平王 恐一旦平王足而太子立 杀己 乃因禅太子见 见母 菜女也 无宠于平王 平王稍一书见 使剑守成父 被鞭兵 请知 吴继又日夜言太子短于王曰 太子以秦女之故 不能无愿望 元王少自辈也 自太子居成父 降兵 外交诸侯 且欲入为乱矣 平王乃照其太父 吴继拷问之 吴继之吴继禅太子于平王 应曰 王独乃何以禅贼小臣疏骨肉之亲乎 吴继曰 王今不至 其事成以 王且渐秦 于是平王怒 求五继 而使成父司马奋阳 网杀太子 行为至 奋阳使人先告太子 太子 急去 不仁将诸 太子建王奔颂 吴继言于平王曰 五继有二子 皆贤 不诸且为处优 可以其父至而照之 不仁且为处患 王使使为五继曰 能置如二子则生 不能则死 五继曰 尚为人人 忽必来 原为人当立人物 能成大事 比见来之并勤 其事必不来 王不听 使人照二子曰 来 无声辱妇 不来 金沙奢也 五上欲网 原曰 楚之赵我兄弟 非欲已生我父也 同有托者后生患 故以父为至 乍兆二子 二子道 则 父子俱死 何亦父之死 枉而令仇不得报尔 不如奔他国 借力以雪父之始 巨灭 无为也 五上曰 我之往中不能全复命 然恨父赵我以求生而不往 后不能雪耻 终为天下孝儿 未缘 可去以 辱能报杀父之仇 我将归死 上继就职 使者不五虚 五虚贯公只使相使者 使者不敢进 五虚遂亡 闻太子见之在诵 往从之 奢闻子虚之亡也 曰 楚国君臣且苦兵已 五上至楚 楚并杀奢与上也 五虚绪至诵 诵有华世之乱 乃与 太子见据奔于正 正人甚善之 太子见又是尽 尽请公约 太子既善正 正信太子 太子能为我内应 而我公其外 灭正必以 灭正而尽太子 太子乃还正 侍未会 会自私欲杀其从者 从者知其谋 乃告之于正 正定公与子产诛杀太子见 见有子明圣 五虚俱 乃与圣俱奔武 道昭关 昭关欲执之 五虚遂与圣独身不走 击不得托 追者在后 至江 江上有意于复成传 知五虚之极 乃度五虚 五虚忌度 解其见曰 此见之百金 以与复 双引号 复曰 处国之法 得五虚者次诉五万十 觉直归 企图百金见邪 不受 五虚未至无而及 至中道 起时 至于五 吴王辽方用事 公子光为将 五虚乃因公子光以求见吴王 久之 处平王以其编义中离与吴编义杯粮食聚残 两女子争桑相公 乃大怒 至于两国举兵相罚 吴使公子光罚处 拔其中离 居朝而归 吴子虚说吴王辽曰 处可破也 原父遣公子光 公子光为吴王曰 比五虚父兄为陆于处 而劝王罚处者 欲以自报其仇而 罚 处未可破也 五虚知公子光有内志 欲杀王而自立 未可说以外事 乃尽专诸于公子光 退而与太子见之子圣更于也 五年而处平王族 书 书 平王所夺太子见其女生子枕 及平王族 枕尽力为后 侍卫昭王 吴王辽因处丧 十二公子将兵往袭处 处发兵决无兵之后 不得归 吴国内空 而公子光乃令专诸习赐吴王辽而自立 侍卫吴王何卢 何卢既立 得志 乃赵五元以为行人 而与谋国是 处诸其大臣戏婉 伯周离 伯周离之孙伯匹王奔吴 吴亦以匹为大夫 前王辽所遣二公子将兵罚处者 道绝不得归 后闻何卢是王辽自立 遂以其兵将处 处封之于书 何卢历三年 乃兴师于武须 伯匹罚处 拔书 遂秦故无反二将军 因欲致隐 将军孙伍约 明劳 未可 且代之 乃归 四年 吴法处 取六语前 五年 伐月 拜之 六年 处昭王使公子南瓦将兵罚五 吴时五元迎击 大破处君于御章 取处之居朝 九年 吴王何卢为子虚 孙伍约 十字眼影未可入 经果何如 双隐号 二子对约 楚江南瓦滩 儿堂 蔡皆怨之 王必欲大罚之 必先得堂 蔡乃可 何卢厅之 西兴师于堂 蔡法处 于楚家汉水而沉 吴王之地覆盖将兵请从 王不听 遂以其数五千人 姬楚江紫长 紫长败走 奔政 于是吴成圣而前 武战 遂至尹 吉卯 楚昭王出奔 庚臣 吴王入影 昭王出王 入云梦 到姬王 王走云 云公帝怀曰 平王杀我父 我杀其子 不亦可忽 云公孔其地杀王 与王奔随 吴兵为随 未随人曰 周之子孙在 汉川者 楚静灭之 随人遇沙王 王子其逆王 己自为王已当之 随人不与王于无 不及 乃谢无不与王 十五元与身包须为交 元之王也 未包须曰 我必复楚 包须曰 我必存之 即无兵入影 无子须求昭王 既不得 乃觉楚平王墓 书其诗 编之三百 然后已 身包须亡于山中 使人为子须曰 子之报仇 其已甚乎 无闻之 人重者圣天 天定亦能破人 今子顾平王之臣 亲北面而视之 今至于露死人 此起其无天道之即乎 吴子须曰 为我谢身包须曰 无日莫图远 无故道行而逆施之 于是身包须走秦告急 求救于秦 秦不许 包须立于秦庭 昼夜哭 七日七夜不觉其声 秦哭公连之 曰 楚虽无道 有臣若是 可无存乎 乃遣车五百成就楚积武 六月 拜无兵于祭 惠无王久留楚求昭王 而河鲁地夫盖乃王归 自立为王 河鲁文之 乃是楚而归 积其地夫盖 夫盖败走 遂奔楚 楚昭王见无有内乱 乃妇入影 风夫盖于唐熙 为唐熙世 楚处于吴战 拜无 吴王乃归 后二岁 河鲁时太子夫差将兵法楚 曲番 楚具吴富大来 乃去影 喜于若 荡世时 吴以吴子虚 孙武之谋 西破枪楚 北威其境 南福岳人 其后四年 孔子相鲁 后五年 罚岳 岳王俱剑迎击 拜无于姑苏 伤河鲁旨 君阙 河鲁并创江死 为太子夫差曰曰 而望剧剑杀而复乎 夫差对曰 不敢望 世西 河鲁死 夫差继立为王 以薄匹为太宰 习战舍 二年后罚岳 拜岳于夫丘 岳王俱剑 乃已于兵五千人欺余 会计之上 使大夫种后 必依吴太宰 匹以请和 求伟国为臣妾 吴王将许之 吴子虚剑曰 岳王为人能辛苦 今王不灭 后必毁之 吴王不听 用太宰匹记 与岳平 其后五年 而吴王闻其谨公死而大臣争宠 心君若 乃兴师北伐其 吴子虚剑曰 勾剑时不从位 调死问及 且欲有所用之也 死人不死 必为无患 今无之有悦 由人之有复心及也 而王不先悦而乃勿其 不亦谬呼 吴王不听 伐其 大败其施于爱陵 遂为邹鲁之君已归 义 书子虚之谋 其后四年 吴王将北伐其 岳王俱剑用子贡之谋 乃律其众已助武 而众宝已献宜太宰匹 太宰匹记述寿月禄 其爱信月书胜 日夜为言于吴王 吴王信用匹之计 吴子虚剑曰 夫月 复心之病 今信其福祠诈尾而贪其 破其 辟由石填 无所用之 且盘庚之告曰 有颠月不公 亦铁灭之 彼无疑欲 吴时亦种于滋意 此伤之所以兴 原王是其而先曰 若不忍 后将悔之无疾 而吴王不听 使子虚于其 子虚临行 为其子曰 吴树见王 王不用 吴今见吴之王已 如与吴巨王 吴亦也 乃属其子于其暴墓 而还暴无 吴太宰匹记于子虚有戏 因禅曰 子虚有戏 子虚为人刚报 少恩 猜贼 其愿望恐为身或也 前日王欲罚其 子虚以为不可 王族罚之而有大功 子虚恥其 计谋不用 乃反愿望 而今王又复罚其 子虚专臂枪剑 举毁用事 图信吴之败以自圣其 计谋而 今王自行 西国中武力以罚其 儿子虚见不用 因绰谢 祥并不行 王不可不备 此起祸不难 且疲使人 威似之 其始于其也 乃属其子于其之暴是 夫为人臣 内不得意 外以诸侯 自以为先王之谋臣 今不见用 长央央愿望 愿王早徒之 吴王曰 威子之言 无意宜之 乃时使刺吴子虚 鼠漏之见 曰 子已此死 吴子虚仰天探曰 皆乎 禅臣脾为乱矣 王乃反诸我 我令若腹罢 自若未立时 诸公子争立 我以死争之于先王 姬不得立 若既得立 欲分吴国于我 我故不敢忘也 人今若听于尘言以沙长者 乃告其设人曰 避数无目 尚以子 另可以为弃 而绝无眼线无东门之上 以观月寇之入灭无也 乃自谨死 吴王闻之大怒 乃取子虚诗圣以吃一格 福之江中 无人连之 未立词于江上 因命曰虚山 吴王记诸吴子虚 遂罚其 其暴是杀其军道公而立扬生 吴王欲讨其贼 不胜而去 其后二年 吴王照鲁卫之军会之妥高 其明年 因北大会诸侯于皇时 以令州市 岳王俱见其杀吴太子 或吴兵 吴王闻之 乃归 时始后 避于岳平 后九年 岳王俱见遂灭无 沙王夫差 而诸太宰匹 已不忠于其军 而外寿众路 与吉比周也 吴子虚出所与 俱王顾处太子见之子圣者 在于吴 吴王夫差之时 楚慧王欲照圣归处 夜宫见曰 圣郝永而因求死事 待有思乎 慧王不听 遂照圣 使居处之边一焉 昊为白宫 白宫归处三年 而无诸子虚 白宫圣既归处 愿正之杀其父 乃因阳死事求报证 归处五年 请罚证 楚令淫子西许之 并未发而禁罚证 正请就于处 楚使子西网旧 与蒙而还 白宫圣归约 非正之仇 乃子西也 圣字利剑 人问曰 何以为 圣曰 欲以杀子西 子西闻之 孝曰 圣如鸾耳 何能为也 其后四岁 白宫圣与时起习杀楚令淫子西 司马子其于朝 时起曰 不杀王 不可 乃劫王如高府 时起从者屈顾 傅楚慧王 往走昭夫人之宫 夜宫闻白宫为乱 率其国人攻白宫 白宫之徒拜 往走山中 自杀 而鲁时起 而问白宫师处 不言将亨 时起曰 事成为亲 不成而亨 故其职也 终不肯告其失处 遂亨时起 而 求慧王复立之 太史公曰 愿读之于人甚已哉 王者上不能行之于臣下 旷同烈乎 项令无子须从奢俱死 何亦楼以 气小义 雪大尺 名垂于后世 悲夫 方子须炯于江上 道起时 至起常须于望隐爷 故宜人就功名 非烈丈夫孰能至此哉 白宫如不自立为君者 其功谋亦不可胜道者哉 禅人枉急 交乱四国 皆比武士 贝兹凶特 原独忍购 致富冤独 霸无启师 法楚逐北 编诗学耻 绝眼弃德